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禁聞 香港民主黨議員林卓廷 8月20號召開記者會 揭露香港警察對被捕人士施行私刑 他展示了一個視頻片段顯示 穿著制服的警員在醫院虐打和 凌辱一名被綁在病床上的被捕的男子 包括拳打下體 五嘴刪臉 壓眼 並拉開眼皮用強光照射 用緊棍戳下體積肛門等等 這名男子事後 右手的無名指紙巾被斷裂 身體多處瘀傷 口腳流血 以及下體感到疼痛 香港警方隨後證實 他們以涉嫌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 逮捕了兩名六月底在醫院 虐打一名被扣押男子的警員 林卓廷表示 被打男子是62歲的 上水市民忠先生 他在6月25號晚 因醉酒與人爭執 之後被指控涉嫌襲警遭警察逮捕 並被送到北區醫院獨立病房 林卓廷斥責警員的行為 完全敗壞了警隊的綱計 令整個警隊蒙羞 是香港警察歷史最黑暗的一頁 英國外交部8月20號表示 一名受僱於英國駐香港總領事的香港居民 遭到中共當局的拘留 他們正在與廣東省當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聯繫 要求提供更多的消息 據香港媒體報導 這位名叫鄭文傑的男子 是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 蘇格蘭國際發展局的香港僱員 他在8月8日前往深圳出差 原本預定當天晚上搭乘高鐵返回香港 但他的臺灣籍女友李小姐說 鄭文傑在過境時失聯 李小姐先後向英國總領事館 與香港執法部門求助 8月10日 他從香港入境處得知 鄭文傑已經遭到了中共當局的行政拘留 但拘留原因與地點不詳 鄭文傑曾在臉書上分享他出席活動的照片 他最近一次在臉書上發文是今年6月5日 然後他在6月9日更換了帳號的頭像 在這個頭像的圖片中含有 6月9日上街、反修例、撤惡法等字眼 英國外交部對事件表示嚴重關切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則聲稱不了解情況 無論如何投入 充分鎖心的偏向 分鎖心的偏向 採訪